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教育人生 我是高维旭 抱歉 高雄 处连击杀 击杀跌了351点 那就是在确定生息 确定生息 全市场就在谈论这个事情 没有错 可是我看到另外一个部分 我跟投资片有报告 另外一个部分我看到一个消息面 一个实际上的一个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新闻 跟您报告 第一 这个新闻就是 G7国家的政府公宅 在12月份是上扬的 是上扬的 7年以来 12月份 今年首次再上扬一次 代表什么意思 大部位的投资机构 以及大咖的投资人 在12月份 是弃股保债 所以 行情 今天有一些变化 我跟投资片有报告 在昨天 前两天 美国到穷跌了1000点之后 反弹 留下上扬线 昨天继续留下上扬线 台北股市 我在盘中直播连线10点半到11点的时候 我跟投资片有报告 当时跌了40、50点 5、60点附近 我跟投资片有报告 行情出现了一些变化 我之前认为行情 在昨天之前 我认为行情会往上 不管是长红棒或是跳空长红 会出现 然后那一天请你卖出股票 今天我修正看法 会下来 会下来 所以我在盘中10点半到11点的连线的时候 我有建议投资朋友 如果你有在看当时我连线的时候 我建议你 减码 甚至全速退出 暂时退场 它也是交易的一部分 当时我在10点半到11点 我跟投资片有做一个完整的说明 原因是什么 我说今年的行情就是看那支系统 那支系统在台北股市 不用太悲观 不要太难过 不用看太坏 应该这么讲 可是今天内支系统 短线内支系统 已经连续四天的力量 全部离开台北股市 今天内支系统 不断内支系统 也有流出台北股市的味道 所以今天要做什么动作 今天就要修正看法 修正看法 你差有办法去做交易 投资朋友 看了等航情入况 之前9月份 我跟投资朋友预告 11月份 11月12月第四季行好好重压赚一波 看不懂要降低解码持股 完全看不懂要退场休息 开始交易的一部分 看得懂航情入况 我们再谈交易 会比较实在 不要每天跌或涨的时候 都有很多股票涨停板 或是创新高的 实战的交易 假设你手中股票比较多 就五档就好了 就算有一天的股票 它是创新高的 只有一档而已 其他市场是赔钱的 那你的交易也是失败的 所以不要说看不懂航情入况 一直谈个股 创新高涨停板的 那些我觉得都不实际 我们实际上交易 就是要面对我们账户的投资组合 投资组合 都知道我每一组会员 都是低持股 就是我剩一档股票而已 已经水位很低了 可是既然我判断行情入况 会往下 现在在西坡的初阶段的时候 那你要做什么动作才是重点 第二个部分 交易动作不在乎 不用在意价格 多数人是在意那个价格的 怕说卖掉之后 卖到最低点然后就犯弹 所以投资朋友即使知道 要做什么合级交易动作 我都不敢去做 为什么 因为会等到说 今天一跌一跌一点点 我怕我卖掉之后 卖到相对低一点 然后反弹上去我追不回来 所以舍不得卖 然后明天再跌一点点 然后后天再大跌的时候 这时候你要卖的时候 你已经是未实现损益 已经让你卖不下手了 这就是散户不了解一件事情 我们不可能买到几点 卖到高点 但是我们只要 一直做黑的交易动作 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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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反而缓不下来 现在跌84点了 该进则进 该退则退 因为有跟交易 才无所畏惧 当股会员 9号 11月9号买进 15.7 拿完之后收到16.2 但是我今天 12月20号盘前8点56分 我跟我会员报告 考量行情 入换人间 入传持股风险 虽然会员手中持股 只有一档 但还是请你会员 开盘以市价出新 手中持股 手中保留100%现金 现金暂时观望 9号 还是有赚 赚比较少 赚8% 开盘位置在这里 开盘位置在这里 卖完之后下来 这在乎合理 动作合不合理 包括在乎价格 投资朋友 当股会员 一档股票 今天卖掉 空手 10月30号 普通会员 留一档全新 当时买进的价格 市价买进在55.9 12月17号 新加入会员 我有请他再进去买 就会员不用再买进了 市价买进 在60.9 早盘一样 8点56分 考量行情入换人间度 以持股风险 会员手中持股只有一档 但还是请你市价 在开盘卖出所有持股 保留现金100%在手上 旧会员有赚钱 新会员不叫抱歉 你大概赔2.79 算3% 小赔 可是你看 我卖掉的位置在这里 开盘 开盘 下来 4% 你不卖 你就多赔了 另外一组会员 加零 加零 12月22号 市价买进 新会员 再买进 一样在今天 8点56分 考量行情入换与持股风险 手中的会员只有一档 持股只有一档 还是请开盘 市价出新所有持股 这一档 新旧会员都是小赔出场 3%到4% 可是如果你不卖的话 投资朋友 开盘在这个位置 你不卖的话 跌4.56% 这是我常跟投资朋友 报告的这件事情 不要去在乎价格 只在乎动作合不合理 该进则进 该退则退 因为有跟交易无所畏惧 我说的会员 今天全部出清持股 有赚有赔 赔的就是小赔 赔不到一层 这就是我的操作 认同我投资朋友 你可以加入我的QR Call 如果你想要跟上 一个实实在在的交易 你可以用两种方式跟我联络 当然第一种 就是我刚给你报告的 你可以少得QR Call 因为你可能上班时间 不方便打电话 等你方便打电话的时候 已经是下班了 五六点以后 对吧 所以你可以利用QR Call 去扫描 私讯我 跟我说 我需要 你需要我 我给你什么样的帮助 如果你是在家里操盘的 你有时间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打电话 打电话进来 我线上注意都会跟你做一个服务 为了行情充满的这三个字 可能性 今天我全部出清 可是出清是为了我找下一次机会 下一次机会来临的时候 我自然而然的 就会像9400点 这一段买点 两段买点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